而此时 一个黑影收回了自己探出去的脑袋 把自家的大门给关上了 娘 这么晚了 你咋还没睡啊 隔壁热闹得很啊 我咋能去睡觉呢 得好好盯着才成 热闹 白有光有些诧异 往隔壁苏木兰家的方向看了看 苏木兰家修高了院墙 哪怕他点起脚来 也是看不到隔壁什么动静的 除非搬了梯子来瞧 姐这一会儿苏木兰家 似乎也没啥动静 白有光有些不解地看向寒室 这娘说的是啥热闹 我看的是挺安静的 我刚瞧见了 我瞧见有个男的 背着那个苏氏进他家里头去了 啥瘦的事啊 就天刚黑那会儿 这街上没什么人 你也在院子里头洗漱 没瞧见 我可是瞧见了他 一个男的背着苏氏进家 那男的就再没出来过呢 先前白三城来了一趟 刚又走了 这会儿啊 我看苏氏家大门 都从里头关上了 这男的弄不好是不出来了 这个苏氏啊 还真是羊粪蛋面上光 说什么还觉得人家白玉堂还活着 一副忠贞烈腹的模样 背地里竟是想着偷汉子呢 脑子还这么大 竟是带到家里头来 这么不要脸 呸 我寻思着 先前这刘氏啊 平日里说啥都不吭声的 后来这脾气就越来越大 跟那苏氏可脱不了干系 还想着 以着寻个机会 好好地收拾收拾这剑蹄子 让他没事别掺和别人家的事 这回啊 可算是带着机会了呢 韩氏越说 这整个人也越兴奋 这会儿都睡着了 再这么去喊人来瞧瞧 这剑蹄子做的阿杂事 只怕野男 野男人再趁天黑跑了 咱们就更说不清了 你呢 晚上也别睡了 在门口守着点 看苏氏家的门 是不是一整夜都不开的 要是一直不开 那就说明那野男人 就在苏氏家里都过夜了 死通的事 那就跑不了了 到时候 咱们再往这村子里头 这么一喊 也让大家伙知道 这剑蹄子家的钱 都是哪里来的 干的都是啥阿杂事 娘 这 啥这个那个的 赶紧去 你可别忘了 要是没有那剑蹄子 在那搅和 咱们家不至于 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来吧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